如果放任日本同盟继续猖狂 那现在投资日本还可行吗 风险会不会很大 嗨 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微爱买房 在开始之前 请抱订阅分享跟按赞 跟开启小铃铛哦 好 我们今天有一个新的计划 叫小微看总金 日币暴跌成为世界上最弱的货币之一 近几个礼拜日币狂扁 日本央行早前就货币政策做出改动 将基准利率从负0.1离 上调到0%-0.1 为17年来首次加息 并且结束了负利率的政策 但是日币仍然呈现疲弱走势 那日币贬值呢 成为近一年最弱的货币之一 跟巴西等国家齐名哦 日本央行行长上田一夫上周三就表示了 如果日币走势对通膨产生重大影响 日本央行可能会采取货币政策行动 并进一步警告日元近期大幅贬值 对经济造成的影响 疑伪总 那日本加息不是应该是日元会涨吗 怎么反而还跌了呢 小便你那个疑伪还是要有点感情 疑伪 好吗 好 可能大家会觉得 他是不是AI机器的人 这是有可能的 没有什么东西在买购 是不可能的好吗 很可爱 我们家小便很高兴 日本加息是不是应该日币会涨吗 我跟你讲 就是加的不够多 就像我们现在是不是快要七八月 七八月小学生要放暑假 在台湾那暑假是放两个月 结果到了七月呢 学校老师告诉他 我就放一天 没有要放一两个月 那就是放太少 所以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预计升息低于市场预计 所以就是加息加太少 所以整个市场就看空日元 所以呢就开始继续扁 这个就是关键原因哦 那日本未来还会继续下息吗 如果放任日本通膨继续猖狂 那是否会造成更大的一个恶性通膨 那现在投资日本还可行吗 风险会不会很大 我个人觉得是蛮大的啦 如果日本在放任通膨的话 真的就会变成恶性通膨 那现在美国跟日本都像是在走钢丝 对于利益政策都必须要相当的谨慎 以免造成万劫不复的通膨地域之中 那回归呢 就会变成回归至日本的1990年代的泡沫经济 比如说现在大家都很流行去日本买LV包包啊 KUJI包包 因为日币大跌 所以等于你用七折的价格就可以买到 所以呢让这些世界各国的精品品牌呢 在日本不得不提高售价 日本的投资风险大 除了贬值之外 还有就是日本呢 跟英国澳洲呢 是有加入CRS共同申报准则 那台湾政府在疫情的时候 2020年跟2021年分别与这三个国家 日澳英签订了CRS共同申报准则 所以只要你在日本有开立银行账户 在每年的9月开始呢 他就不需要经过你的同意呢 就把你的存款余额回报给台湾的国税机关 日本人在台湾的银行设立账户 台湾的银行也会把日本存款的存款余额 回报给日本的国税机关 所以你就是双边克税 那所以呢你的资产呢 就很容易被政府盯上 那这一点呢 也是比较不便利的地方 基本上我们公司就有推广马来西亚跟泰国的标的 所以呢有兴趣的朋友看一下QR Code好不好 扫码QR Code就可以看到我们东南亚的曼谷的新议计划区 还有马来西亚深圳特区的一个很棒的投资标的 好啦以上呢是今天的小微看总经 非常感谢我们的大边小边跟着我们一起来参与今天的节目 是一个新单元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 请帮我订阅分享跟按赞 跟开启小铃铛哦 我们每个礼拜天呢 在台北市中山区长春路176号4楼 长春国宾戏院旁边有举办讲座 然后欢迎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上网找mygo来报名哦 那每个礼拜六下午有线上直播 记得加mygo777 就可以加入我们的line 然后获得直播连结 好啦希望你会喜欢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们下次见 谢谢